Digito Spy 看法的整體主要分成兩個部分 一圍相機主體的部分,另外就是附有 LCD 螢幕及閃光燈的外接模組 平時我們出外拍照,只要帶來相機本體 透過它的光線和光景窗,就可以做拍照的使用 若是你還是需要透過 LCD 螢幕來做構圖,或是外接閃光燈來做補光 我們就必須將這個外接模組連接到相機上 而在外接模組上我們看到有一個 1.5 吋的 TFT LCD 產生螢幕 而旁邊這就是它的螢幕電源開關 而在側面的正方就是它的閃光燈 而在底部我們看到有一個波槽 這個就是將相機與外接模組連接的通訊用的探針的波桿 我們將波桿往前進 在連接相機前,先把與相機做訊號溝通的探針 用推桿先推出來之後 我們將螢幕朝上拿起相機對準位在左側的連接孔 將外接模組與相機扣上之後就完成了連接的動作 接著我們把螢幕旁的電源推向OUT的位置 然後再按下機身上的開關打開電源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透過外接模組上的螢幕來做構圖或瀏覽照片 當然也可以透過它的閃光燈來做補光的動作 但因為它的外接模組是無法做旋轉的 因此我們在透過螢幕上做構圖時 我們必須是由上往下的來做構圖的動作 好操作 接著我們要將外接模組從相機上取下 只要我們先將電源都分別 關閉之後 接著我們看一下 會在機身與外接模組連接的靠後端的位置 有一個突擊物 上下側都有一個突擊物 這就是他們卡榫的位置 我們就要向內擠壓按一下 再將外接模組從機身上拔除 這樣子就可以將外接模組以機身做分開的動作 記得使用完畢 我們必須要將這個探針 透過後方的撥桿把它縮回去 這樣確保它的探針不會因為撞擊或收納而導致損壞